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2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新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上任后工作频频 既对美国吹暖风后 日前又与俄罗斯外长通话 急着摆脱中共目前的外交困局 11日正在访问非洲的秦刚 为了拉拢非洲兄弟 声称要增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 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却不料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当着秦刚的面说 重要的是让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 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 有分析指出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北京虽然声称安理会需要改革 但却拒绝公开支持任何一个国家 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 更不愿积极参与有关安理会 扩长的实质性讨论 就连非洲兄弟也看不下去了 美国之一报道 秦刚在上个月底上任中共外长后 延续了新年首访非洲的传统 这个星期 先到达他此次非洲五国之行的第一站 非盟总部所在的爱塞俄比亚首都 亚地斯亚贝巴 他在与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共同建媒体时 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 其中包括增强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秦刚还高调称 非洲不是中美竞争的决斗场 如果有竞争 那就比一比谁为非洲和平发展 谁为非洲争取国际治理议程中 更大代表性和发言权做的实施更多 不过在统一讲台上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的发言 看来使这位中共新外长的豪言壮语不攻自破 法基随后说 联合国安理会的许多议程都涉及非洲国家 但安理会不给非洲常设代表席位 这不仅不公平 也不能被接受 解决这一问题很迫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不点名地说 70多年前赢得胜利的那些国家 拒绝考虑必要的改革方案 对国际组织的权利关系做出改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 目前美国 法国 英国和俄罗斯 都赞成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组成 包括让非洲拥有一席 北京方面也声称安理会需要改革 但拒绝公开支持任何一个国家 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 也不愿积极参与有关安理会扩长的实质性讨论 秦刚急着立功 不料却被非洲兄弟当场出穿了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经济 稳增长的压力明显增大 路透社报道 根据49位经济学家预测的增长中位数 中共国2022年的GDP增长可能只有2.8% 对比2021年8.4%更是跌惨 为了挽救进京 中共当局将以破纪录的地方专项债配额支持基建 并扩大财政赤字 不过 学者对基建拉动经济的前景存疑 认为中共此举无异于隐震止渴 加深了潜在金融危机 彭博社报道 北京考虑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 并在不高于3.8万亿元人民币水平的破纪录规模 继续以地方债发行支持基建 今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 将审批专项债发行额和赤字率 但方案仍有变数 陆媒财新网则报道 根据18个省市披露的信息 今年第一季地方债发行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新增专项债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 自由亚洲报道援引金融学者司令分析指出 去年中国大部分时间仍然被动态清零的阴影笼罩 税收为财政收入所作贡献 杯水车薪 导致中共更依赖发债来弥补财政亏空 但这如果成为一个政府用来扩大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况且当局过度发行地方债务 短期来说看似是给地方政府创造一些收入 但是远期来讲 这个债将来总有一天是要还的 接下来中共面临巨大的还款压力 到期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钱对付给国债的持有人 他估算中共当局的财政赤字 或许已超过10万亿人民币 早已超越警戒线 台湾农华科技大学 同时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赖荣伟则认为 北京当局扩大公共财政支出 根本不足以掩盖地方财政赤字 高居不下等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 经济的第一大问题是疫情 大陆疫情还在发酵 在扩大之中老百姓甚至不敢出门 观察的另一指标是房地产市场 在未来预期收入会锐减的情况下 大家是否还会买房产呢 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据报道 近两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土地收入下降 明显让很多中共地方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 现在不少地方的税收和非税加起来 只能保证基本运转 甚至有些地方连保运转都很困难 这也意味着一些地方的财政将不得不重认 特别是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 但问题是即便是中共的中央财政 也到了没钱可用的境地 美国白宫12日面临着 对拜登在担任副总统任期内的机密文件 被发现后的持续质疑 与此同时 即在拜登办公室发现机密官方记录后 拜登的法律团队用在另一地点找到第二批机密档案 第二批机密文件数量多少 内容为何 目前均不得而知 有分析指出 在拜登当局调查涉及前共和党总统川普类似的案件时 新的发现让拜登陷入尴尬 法广报道 拜登的政府迄今已证实 在宾夕法尼亚州拜登中心的一个上锁的柜子里中 发现了大约十几份的机密文件 拜登曾经在那里设有办公室的智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其他跟进的媒体11日都披露 拜登的合作者们又发现了至少还有一批文件 白宫12日承认 在拜登位于威尔明顿的私人住宅中 也发现了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少量机密文件 在美国1978年的一项法律规定 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有义务将他们所有的电子邮件 信件和其他工作文件传送给国家档案馆 民主党总统拜登保证与司法当局充分合作 但共和党担心拜登受到有别于前总统川普的优待 立即表示在国会中展开调查 法新社指出 就在前总统川普受到拜登当局的调查时 这些新的发现对于一个自诩遵守道德规范总统拜登来说 仍然十分尴尬 而川普不失时机 已经立即呼吁对民主党总统给予同样的关注 川普质问联邦调查局什么时候会搜查 乔拜登的许多住所 甚至白宫呢 为了化解对政治干预的指责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将此案分配给 川普政府任命的一名 史加哥检察官 有分析指出拜登总统在出任副总统期间的私人办公室内 发现有机密文件事件 让前总统川普意外得到一份政治大力 但也让司法部长加兰德的立场变得相当尴尬 此外 目前最少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得到白宫的回答 就是在拜登私人办公室发现机密文件 是在去年的11月2日 也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前的6天 为何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公开此事 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去年底结束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 BC省高桂林的孔子学院则悄悄改名 持续运作 专家指出更改名字是换汤补换药 目前加拿大还有8所孔子学院 仍扮演中共大外宣的角色 试图影响加拿大社会 自由亚洲报道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的前教育厅长卡迪去年底辞职 他离任前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确保该省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完全终止 该省公立学校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始于2007年 过去几年陆续有家长抱怨孔子学院在传授中文教育时 注入了宣传中共思想 学生更不能讨论六四事件和西藏等敏感议题 卡迪早期做过国际外交工作 对中国问题有深入研究 非常清楚孔子学院的真面目 因此他2018年就任教育厅长后 就决心要停止孔子学院项目 报道指出 加拿大过去这几年陆续关停5所孔子学院 不过至今还有8所孔子学院在运作当中 其中高桂林的孔子学院去年悄悄改了名字 如今改为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事实上中共教育部早在2020年7月就发布通知 决定将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曾经拍摄假孔子之名纪录片的加拿大华一导演邱明表示 尽管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学校陆续切断和孔子学院的联系 但有一些情况是换汤不换药 其中一种就是BC省高桂林教育局的模式摇身一变换名字 仍然强调是教授汉语 但其潜在的危险仍然在继续 真正的大外勋宗旨也没有改变 邱明对北美孔子学院有深入研究 他表示 过去4年 美国118家孔子学院有104家已关闭 但在疫情期间又陆续卷土重来 美国全国学者协会已经撰写报告 提醒外界中共后孔苑时代的运作方式和影响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